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韩 那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台北国际艺术博兰会 2019R台北 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光之在线 光视为空间的堆叠与推长 更是一种时间维度的留存象征 观观者将层高的艺术美感经验 转化为心灵上的感悟 并能在之中将会成练出观看的辉红视野 本届2019台北国际艺术博兰会将延续 2018年度的亮眼规划 透过各展区的叙事主题 在现当代艺术中呈现的模样面貌 观测难过爬梳与表绘形述成多种书艺形态的呈现 使之显现出当代艺术专利繁茂的漫步与格局 当时代不断叠译变译 仍试图在多变性的时空维度中 将维度的留存在反划 为永恒追寻的目标 并在现与众人眼前 再变成为华人之光的阿异 与众的余估 磅礴的底致进而射出观众形状的蓝图美景 最终重返 欢迎出华人一版中的无限可理性 那如果大家有去观看的话 我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到 2019 Made in Taiwan MIT星人推荐特区 去观看他们的展出 因为这个星人推荐特区 是文化部每年公开征选 八位于阿台北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展出 今年选出八位优秀青年的艺术家 为李正勋 陈赵童 张书 黄世伦 黄敏哲 刘成祥 周瑜 蓝仲轩 他们将联手打造 阿台北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亮点展区 本届入选的艺术家作品主题 多在回忆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议题 媒材类型多元 而艺术家的论述能力均佳 展现与市场对话的企图 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哦 这次的2019R台北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展览期间是10月18号到10月21号礼拜一 地点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的展演艺术 大家有空时一定要来观看 增加自己的文化气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